57岁男性,因为日渐频繁的运动的缘故,导致喘气不舒服及胸口闷痛的症状,致本院寻求协助,经医师询问病史以及进行理学检查后,发现收缩型杂音且吸气时心杂音音量变小,即由心脏超音波发现左心是肥厚,且造成左心是出口阻塞,合并二肩半逆流。 麻豆新楼医院心脏内科苏百学医师表示。 大家好,我是麻豆新楼医院心脏科苏博学医师,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案例,这是大概是麻豆新楼医院首例肥厚性心肌症接受这个酒精烧灼素这样子,那这是一位57岁的男性,来门诊主要是因为喘,胸口闷痛, 然后运动之后就会有比较严重的喘气的问题来我的门诊,那经过检查就发现说这个,呃,他的心肌非常的肥厚,心肌肥厚有非常多的,呃,鉴别诊断。 那目前这个病人后来诊断是这个肥厚性心肌症,而且呢,造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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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隔的肥厚的心肌 运用这个酒精的方式 把供应这个心肌的血管把它烧掉 进而把这个肥厚的心肌能够缩小 进而达到这个主动脉狭窄这个部分 能够得到了缓解 那这个病人在一个月后回门诊 最终的心脏超音波 原本的经主动脉的压力差 大概是58毫米拱柱 而降到了11毫米拱柱 正常来讲的话 就是50以上可以接受这个酒精烧灼素 那显然这个做完这个酒精烧灼素的 愈后呢是非常的良好的 而且病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药物控制之后呢 症状得以改善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 第一例在这个麻豆心的医院 可以施行的这个酒精烧灼素 今天这位57岁男性患者也在场接受访问 经过苏医师治疗后也恢复健康表示 我本来很会喘 走路爬山都会很会喘 后来感觉心脏症也会痛就来接受检查 那现在治疗后 经过私医师治疗就不会喘 走路就比较不会喘 病人若确诊 肥厚性心肌症 虚仙姑 左心室出口压力差 以及生命争相 若符合酒精烧灼素的适应症 就可以安排治疗 此病人围在麻豆心楼 执行的酒精烧灼素的首例 经过治疗后 隔天出院 安排一个礼拜后回门诊追踪 病人不再感到头晕不舒服 现在白天更有活力 走路也不太会喘及胸痛 一个月的追踪心脏超音波 显示左心室出口压力差降低 对于400学医师的正确判断和治疗 非常感恩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